飞玉清如今已经退出歌坛 但歌坛之中仍旧有小哥的传说 3月15日 白冰冰现身《2023真爱秀》的歌厅记者会上 他透露了一些飞玉清的生活境况 已经67岁的小哥飞玉清 顶退有三年的时间 这三年的时间里 他几乎做到了与世隔绝 不再出现在媒体的尽头之中 白冰冰与飞玉清私交甚好 在《真爱秀》的记者会上面 他透露自己的晚年生活 真的需要向飞玉清多学习 他真的是一股清流一样的存在 白冰冰说在生活之中的他 哪怕是退休之后也不打麻将 也不出国旅行 他比较宅 更多的就是有事打打电话 向好友们询问一下生活状态 晚年的飞玉清可以喝一点小酒 但不多 白冰冰透露上一次 他和小哥见面的时候 他的身形还是保持的非常年轻态 看不出已经是67岁的老人了 而且小哥感觉在生活之中 变得更绅士了 没有昔日舞台上的那种活跃感 在说到飞玉清的时候 白冰冰说自己挺佩服他的 说退就退 而且真的是退得干干净净 大家真的连他的一点声音也没有 但自己看到了小哥之后 发现他才是那个 活得最自在通透的人 有媒体现场问白冰冰 关于飞玉清隐退风脉的真正原因 是不是与他母亲离世有关系 因为他母亲的离世 所以他不想再唱了 白冰冰说不是的 小哥私下里亲自跟他讲了 自己风脉主要还是感觉年纪来了 想真正退彻底一点 活得更自在一些 对张飞还有飞玉清两兄弟 白冰冰说飞哥想付出是一句话的事情 飞哥随时做好了准备 时间到了就会出现 但小哥费玉清可能不会 他不想出来的时候 就真的是做好了决定 隐退三年的费玉清 一直保持着自己非常自由的一面 生活之中的他 喝一点小酒但不贪杯 也不打麻将 生活方式非常的健康 费玉清1955年出生在台湾 家里还有一个哥哥姐姐 看似幸福的五口之家 却隐藏着更多的心酸和无奈 小小年纪的费玉清 也不明白父母为何要离婚 父母离婚后 费玉清和姐姐跟着母亲生活 哥哥被父亲带走了 但每到周末的时候 费玉清和哥哥姐姐 还能开心的聚在一起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这句话用在费玉清 姐弟三人身上 再合适不过 为了帮助母亲 减轻经济负担 费玉清姐姐费真玲 21岁就在酒吧唱歌谋生 费真玲从此开始了 自己的演艺生涯 她因长相出众 嗓音独特 备受观众喜爱 后来费真玲成了 红极一时的台湾女明星 有了一定名气和经验的费真玲 当然不会忘记 自己的两个弟弟 为了提携两个弟弟 姐姐也是煞费苦心 好在费玉清和哥哥张飞 也都是有一定艺术天赋 在姐姐的指导下 费玉清参加了 当地的歌手比赛 1977年 在姐姐的推荐下 费玉清认识了 知名作家刘家昌 从此开始了 她的演艺生涯 费玉清好像天生就属于舞台 她每次登台表演的时候 都表现得轻松自如 一开口就惊艳全场 从此歌坛中多了一名 穿着西服唱歌的歌手 随着电视剧《一简眉》的播出 费玉清演唱的主题曲《一简眉》 也红遍了大街小巷 在那个年代 小孩子都能轻松地哼唱这首歌 费玉清的名气因此大增 后来她也演唱了很多经典歌曲 比如《梦驼龄》 《千里之外》 《相思比梦长》 《一生的朋友》等 直至今日 这些歌曲也都百听不一样 除了这些筷智人口的歌曲 费玉清也曾获得过很多奖项 感受到了领奖领道手软的感觉 虽然费玉清的歌唱生涯一马平穿 但感情生活坎坷曲折 不有成就的她却一直单身畏曲 再次寻回开演唱会的过程中 费玉清遇到了一生的挚爱 日本名媛安景千惠 起初两个人并没有深交 但缘分是很奇妙的东西 费玉清竟然在不久后 再次偶然遇到安景千惠 费玉清被安景千惠的美貌和聪慧吸引 她也第一次感觉到怦然心动的感觉 当时就认定了这个女孩 发誓一定要把她娶回家 确定了关系之后 费玉清开心的带着安景千惠逛街聚餐 一起享受热恋的美好时光 费玉清正值事业巅峰时 遇到了自己的最爱 很多粉丝朋友也都替她高兴 费玉清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意 给安景千惠吃了一个定心丸 在费玉清获得最佳男歌手上台领奖的时候 还专门牵着安景千惠的手走上领奖台 在媒体面前当众喊谈未婚妻 1981年 费玉清和安景千惠 还专门举行了盛大的订婚典礼 然而将要步入婚姻殿堂的费玉清 却遇到了一个难题 由于安景千惠出生名门 还有家族企业要继承 安景千惠父母就对费玉清说 想娶我女儿可以 但你必须放弃自己的事业 要改国籍 做日本上门女婿 面对这样苛责的条件 费玉清左右为难 放弃自己的事业可以 但要更改国籍 她做不到 于是费玉清和安景千惠这段感情 也就戛然而止 安景千惠也因家庭压力 放弃了这段感情 这段感情也给费玉清 带来了无法治愈的伤痛 人生总会有遗憾 费玉清默默承受着感情的伤痛 此后把自己的经历 全部投入到了歌唱事业上 2006年 费玉清被周杰伦邀请同台演唱千里之外 看到这首歌的歌词时 费玉清就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 她深情地演唱着这首歌 也表达着对旧爱的思念之情 2009年 当费玉清含泪告别舞台的时候 粉丝们也有说不出的不适合留恋 不久前有媒体爆出了她风脉的内幕 2022年11月24日 张秀卿 郭忠祐 林俊逸等人 在台北会议中心举行了歌之香艳六彩虹演唱会 张秀卿唱完歌后 先称赞林俊逸很会模仿说 你因为模仿费玉清 买了十几栋房子 小哥也因为你退出歌坛了 人也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你到底把它埋在哪里了 随后又与林俊逸一打一唱 进行凤飞飞 费玉清的模仿PK赛 笑翻现场观众 退出舞台后的费玉清 过上了自己向往的自由生活 费玉清非常喜欢养宠物 虽然没有老婆孩子 但费玉清和自己的爱狗相伴 两个人过得也无比轻松惬意 退休的费玉清并不是在台湾生活 她在海外别墅中过起了宅男生活 现在费玉清有时间也有经济能力了 平时也会和自己的哥哥张飞一起去打打高尔夫球 费玉清虽然退出了娱乐圈 但她的公益事业并没有因此终止 因为费玉清非常喜欢小动物 2021年9月 费玉清还特别捐助了100万 用来救助流浪猫和流浪狗 因为她的善举已经为2万多只流浪小动物带来了温暖 不但捐钱救助流浪小动物 费玉清也做了很多其他的慈善 她也曾资助过上百名贫困的大学生 每年捐出的善款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她也是圈中一名低调的慈善家 费玉清自2009年完成风脉演唱会后 就离开歌坛 过着惬意的退休生活 如今60多岁的她 即便已经不在眼圈继续活跃 但她的私人生活 甚至是感情状态 还是许多歌迷好奇的话题 而已经年过60的费玉清 尽管其感情世界 这么多年来都一片空白 但似乎过得很自在开心 十分享受这种看似孤独的单身生活 费玉清曾在大陆电视节目 金星和她的朋友中透露 这么多年来 她其实一个人生活也很习惯了 连她曾经聘请的主犯阿姨 对方都表明愿意住在家里就近打理 但还是被费玉清拒绝了 主持人当时问费玉清 自己一人独居 万一老了生病需要人照顾怎么办 她则打去回应 我身体还真健康 顶多贬兆县发言 看起来她非常享受现在的单身生活 现在的费玉清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 她最终回归到了 最淳朴的日常生活当中 自从退出歌坛后 也很少听到她的消息 而相比姐姐张彦琼 姐妹之间的生活差 真的是太大太大 费玉清在隐退之后 姐姐还传出欠债的消息 不过当时张飞就表态 自己和费玉清 已经和姐姐断绝了关系 但姐姐的生活存在问题 这一点丝毫不影响 地理费玉清和张飞 费玉清把自己的兴趣 作为一生的工作 她的事业是完美的 但她的人生也留有很多遗憾 希望晚年的她 能幸福安康 给你做什么呢? laughs 了解